为让双方的合作能更加密切 6月23号上午 史前馆和教育电台举办了签署合作备忘录仪式 史前馆馆长张善南表示 近两年在教育电台专业技术的协助下 为史博馆建立QR Code 让游客得以更自在的参观博物馆 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约啊 只是一个开始 以后呢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的项目可以合作 等一下后面我们同人会讲 我们有很多的特展 很多的教育活动 事实上呢都希望更多人来参与 那我们相信透过教育电台的这个传播啊 一定会让更多人来知道跟参与的 教育电台总台长王玉群表示 未来将本着媒体的专业 引发阅听人的高度兴趣 鼓励民众走进展场一探究竟 使双方能够互惠行销 共享资源 一些协助的一些转播啊 或是一些事前的一些 一些资讯的传递啊 等等啊 让让我们全部的 就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这个博物馆目前在进行的一些什么样的活动 然后欢迎大家来 谢谢 史前馆与教育电台 长期以来是合作密切的伙伴 期望透过这一次的签署 能够提升个别的服务效能 达到合作行销 及推广社会教育的目的 东台新闻刘大游台东市报导